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依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民官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官 年代向前看的YouTube官方频道影片的订阅 已经突破二十六万人了 欢迎我们的忠实观众跟粉丝 直接扫描QR Code 订阅年代向前看的影片 我们会上传最完整的节目影片 跟精彩的片段 片集 那同一时间今天也进入了 公民党的初选民调第四天 郭台铭嗆瞎说 民调真的不公平 那党中央几乎是陷入了义和团之乱 同时呢 郭台铭即前一波嗆瞎这个 蔡野民呢 这一个中天呢 也难变成这个 郭台办狗腿的 这个非常凶狠的嗆话之后呢 他再嗆说 如果韩国瑜当总统 那蔡野民可能就当 国民党党主席 向国台办报告 向北京要立议 那中国国民党 很有可能直接灭党 或者被特定力量借壳上市 基本上他在对吴敦尼喊话 为什么要喊这个话呢 因为他的诉求 跟他的利润基础是 民调不公 有多不公呢 这个最新公布出来 绿党的本周一二 模拟国民党内民调发现 韩国瑜一只独秀 民调这个报告冲高到 四十三个百分点 结果呢 前后不过差一周呢 本来泛绿的群众自动消失了十四个百分点 然后泛兰的支持者 自重在本周大幅增加十六个百分点 所以呢 郭台铭认为民党灌票 灌票造成失真的民调 失真的民调造成特定政治势力呢 可以这个接手跟入主中国国民党 甚至未来可能向北京要利益 向北京要利益背后有多少 不会认识的故事跟内幕 我们待会要好好聊聊 好今现场又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 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是姚慧珍 大家好 再是董立文老师 大家好 再是徐巧鑫 大家好 再是高雄市议员林志宏 大家好 再是黄创夏 大家好 郭台铭接二连三的 这一个选战的打法 现在很凶 一方面炮打蔡衍明 一方面他强调 如果韩国瑜当总统的话 那蔡衍明很有可能要当 国民党的党主席 我们先看郭台铭今天的说法 如果我们一个市长当了总统 那这个 蔡旺旺当了国民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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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没有想过 有这一天 你不要认为这不可能存在 这是假设性的议题 不要认为它不可能存在 如果蔡旺旺当了 他是kingmaker 他就可以做党主席 他做党主席 他直接报告给国台办 我们这边国席 我们最尊敬的国席 还可以挂多久 各位 有没有想过 他为什么24小时的 他的目的何在 他是为了中华民国 为了台湾好吗 各位 这个问题呢 我可以讲出来 我可以什么 告诉韩市长 离 离 韩市长 离中间远一点 如果 他 他今天 想要做台湾的kingmaker 一个 我讲过 这样的一个 媒体的操作 已经到了一个不正常的地步 我觉得如果说让他赢了 他不晓得跟北京拿多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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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如果说有一天当了国民党的主席 那国民党是 共南党的高招 不要发一兵一组 就把中华民国给没收了 我是希望 韩市长离中天远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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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中华民国 台湾的前途 不能就这样撞送在 一个媒体的老板的手里 小英政府贯了这么多大量的票进来 这个的民调 所以他不是民意 他是民调 这些东西国民党必须要解释清楚 好 创下今天郭台铭 打共党党中央打得越来越凶越来越狠 他说中华民国很有可能 不费一兵一卒就被没收 其实郭台铭今天不能讲说是打党中央 他是孤城孽子之心 跟吴敦义提醒 中国国民党即将要亡党了 中国国民党百年政党即将要灭亡了 即将要变成中国共产党台湾支部 为什么呢 他的逻辑就很清楚 如果今天呢 你国民党你吴敦义还没有想清楚 在现在这个初选过程中 还没有有所作为的话呢 韩国瑜将来呢 代表国民党出现了选上的总统了 而Kimmaker蔡旺旺 他用的是蔡旺旺呢 当然可以当国民党的党主席 而当了国民党党主席之后呢 向国台办邀功 向北京要很多的利益 这个时候呢 不费一兵一卒 中华民国被没收了 那当然了 中国国民党也取消了 中国国民党就变成是共产党 最有共产党的高招 国民党国共再度合一 而国民党就变成是 共产党的台湾支部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其实郭台铭讲的是说 这个状况之后 如果你今天呢 你吴敦义哦 你要想清楚一件事情 你不要以为说义和团之乱 你以为他们会勤王保驾 不会的 他们一样的把他给吃下去 而事实上吴敦义 有没有担心这件事情 其实吴敦义也很担心啊 六月初在凯道的时候 当吴敦义看到说 过去国民党一直排斥到旁边的黑金 地方势力 通通站在他身边 整个要翻的时候 其实吴敦义的中常委 开始提案呢 将来的时候 国民党党章一定要赶快改 在利用七二八的时候 是不是能够改掉 党主席 如果当选的总统 就是当然党主席这个党章 一定要改掉 不改掉的话呢 你恐怕蔡衍明 就跟着韩国瑜 跟着那些延亲彪复昆奇 通通入出党中央 你们通通要被消灭掉 所以他现在就赶快 跟吴敦义喊话 说你呢 即将会被灭亡了 你不要以为你坐在那边 而且要提醒一下是 告诉吴敦义说 你本来要选总统的 你为什么不能选呢 还不是蔡旺旺用色论 说你是历史罪人 连续三篇逼你出来说 你不选了 你以为你当主席留得下来吗 继续这个群会之下 蔡旺旺跟着韩国瑜 切掌了国民党 你吴敦义就一定会被消灭了 所以他这最后的喊话 就是告诉吴敦义说 还剩七天三天 这三天里面 吴敦义还有你旁边那些中常委们 你们想清楚 不要以为义和团之乱 不会烧到你们的头上来 那吴敦义昨天 这一个国民党党中央中常会 修改了其中一个办法 月底可能全代会要切割 总统跟党主席 那吴敦义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 因为吴敦义就本来是过去的时候 因为马英九的关系 所以他们就订了一个就是 除非这个总统 说他不愿意做党主席 不愿意兼任党主席 不然的话 当选总统那一天 总统就是当然的党主席 所以那吴敦义就已经很害怕了 那如果说是一个国民党 都是一个正常的人 或是这个总统呢 参选的人像郭台铭讲过啊 郭台铭其实告诉吴敦义说 我跟你讲过 我对党务没兴趣 那这个总统是可以放弃的 可是如果说看到今天 韩国瑜还有在他旁边的人 然后蔡衍明后面这么积极 他是不会放弃的 所以吴敦义必须要先立下个防火墙 不然的话 韩国瑜出现了 出现之后 国民党的整个党机器 都会被接收了 而韩国瑜只要说 做了两三天说 我不想做 他交下去之后 国民党重新弄一个党主席 那就是蔡旺旺了 所以党政合一 党政同来 政党合一 那个东西都会重新出现 所以他才警告 那吴敦义其实心里是有底的 只是郭台铭现在就警告吴敦义说 你要想清楚 你不要以为说到了728 到了728你就来不及了 715 如果让韩国瑜在现在这个 义和团 真的是很少的北京 很少的天下 你就完了 所以吴敦义昨天 虽然在国民党中央的中常会 做了这个动作 但是今天这个郭台铭的喊话是直接对吴敦义喊话 他的意思是说韩国瑜如果当总统 蔡衍明如果直接当国民党党主席 他觉得不要以为这不会发生不可能的事情 那总统跟党主席如果直接向国台办报告 那中华民国跟中国国民党就直接被消灭 就直接被分布了 直接就分布了 然后国台办 以后呢有一个台联办会出现 所以他是做这样一个警告 给吴敦义 那当然国台铭做这个警告 那郭台铭这个警告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命运中国国民党可能变成中国共产党在台支部 对台湾支部 就台共分部 所以这个时候 台湾分部 台湾分部嘛 就是有这个警告在 那当然他在做这个警告里面 他其实是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说还剩四天 你吴敦义该有所作为 你国民党的党员该有所作为 那作为就是说 不要让那个人得逞 就是他去那个 当天去拿到荣誉状的时候 那张字条里面的 不要让那个人得逞 不断提起 第二个呢 他在铺陈了 铺陈什么呢 就是他全面的铺陈说 因为我郭台铭才是最爱党的人 如果党以不党的时候 他就要学1926年的蒋介石一样 奋起自立 蒋介石当年在林汉的时候 那时候的正常的国民党 法党的国民党 是在武汉的汪金卫 可是跟共产党勾勾搭搭 跟毛泽东勾勾搭搭搭 所以蒋介石奋而自立 党以不党 所以开始在江陵自立 所以他也要就这件事情 而且他也还铺陈了 第一个呢 整个国民党 现在是一和盘之乱 你们党中央根本是 昏庸搞不清楚 第二个 你国民党即将要被吃掉 就跟被共产党吃掉了 跟当年1926年的时候 一模一样 第三个呢 这次的初选之日 民调机制完全地有问题 綠營的灌票這麼大 國民黨要被消滅了 襄來會被共產黨直接併吞 現在會被民進黨直接的把你消滅 所以他這個時候其實在準備的就是 到時候郭台銘呢 如果你吳敦義還醒不過來 郭台銘就要學當年的蔣介石 親黨要直接的自立起來了 好 所以郭台銘今天的指控很兇 他說如果我們的市長當了總統 蔡旺旺當了國民黨黨主席 各位有沒有想過有沒有這一天 他說那如果他做黨主席 他直接報告給國台辦 那這個國民黨就變成是共產黨的高招 而且共產黨不花一兵一卒 就把中華民國給沒收了 所以在這個郭台銘的眼裡 一旦蔡衍明跟韓國瑜掌權 中華民國就被沒收了 是的 因為他們呢 就是在向國台辦拿了多少利益 然後他一直講的就是說 要邀功 是狗腿 是打手 如果說你這個結構都是這樣的結構 你們心中是沒有國民黨的 所以你看他今天選的場地 都特別選 背後的布景 一堆的國旗 他背後還穿個背心 國旗屋 他就告訴你說 他最熱愛的中華民國國旗 是因為你吳敦義沒有作為會被蔡衍明 看韓國瑜趕快給吃掉了 而是國台辦最後來接收掉了 好 那黃創下他還講了一個也很重的話 他說台灣的前途不能就這樣 葬送在一個媒體老闆手裡 對 因為24小時他會覺得是非常奇怪 我們去看嘛 那個恩希希也講啦 88.3%的秒數都是在講一個人 台灣哪有這種不正常媒體 所以他告訴韓國瑜 遠離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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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樣一個不正常 郭台銘認為的老闆 如果他把國民黨吃了 他把整個國民黨被他給主宰了 台灣和中華民國還有國民黨 郭台銘說通通都會完蛋了 好 所以在郭台銘的論述裡 他認為整個台灣的前途 被一個媒體老闆綁架 然後中華民國被共產黨給沒收了 然後他順便抱怨了 他說民黨灌票 那我們呈現給觀眾朋友看 綠黨剛好公佈了最新的 模擬國民黨的民調 結果韓國瑜暴漲 然後在韓國瑜對上蔡英文 跟柯文哲的民調過程當中 韓國瑜漲到43%的支持度 郭台銘28.7% 不過在同樣的結構下 未表態的高達3成6 然後綠黨還公佈了前後 約莫差一個禮拜的民調 你會發現前一次民調 泛藍的表態率 跟這個支持度 跟泛率是五五波 40對40 那剛剛那個民調 泛藍突然暴增16個百分點 泛率突然淚減 也是差不多16個百分點 所以從綠黨的民調最新的數字來看 確實國民黨的支持者突然暴增 很有可能不排除其中一部分是短暫的綠軍 階段性7月15號以前的這一個 某種程度的反串的這一個藍粉 所以綠軍裡面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7月15號以前 暫衝韓粉 然後非函不投 結果你從那個民調裡面看出來 是真的突然很快的 其實事實對事實 那是合於台灣長期的一個變化 但是突然之間變成國民黨泛藍的變成58 然後泛率的只剩23 那只有1996年 李仁惠對彭敏敏的時候 從來自黨外綱成立 連民進黨的時候的比例 之後從來沒有 那突然間全部轉回去了 而再轉回去之後 剛好呢又有像那個周錫瑋啊 在電視裡面暗示的啊 韓國瑜已經領先這麼多 這領先的幅度 這麼大的幅度 跟那個整個泛率突然萎縮了17% 然後通通泛藍的人增加 確確實實讓人感覺得出來 看得出來 其實一日韓粉 非韓不投 綠軍在這裡面 對於韓國瑜的聲勢 也真的是加了不少料進去 好那郭台銘一方面炮打黨中央 一方面炮打蔡野明 一方面也炮打了韓國瑜 然後他甚至某種程度算炮打共產黨嘛 郭台銘在話裡頭講說 共產黨不要花一兵一卒 就把中華民國給沒收了 那郭台銘何以下殺手 殺到這個程度全殺 就是殺黨中央 殺蔡野明 這個已經不知道炮了多少遍了 我們本節目待會還會會整給大家看郭台銘的原始說法 然後郭台銘順便在炮共產黨 他認為共產黨就可以不用花一兵一卒把中華民國給吃了 因為他這個時候發現說如果說他沒有把自己拉到了這個最極端 拉到這個狀況之下 未來這四天 他要讓很多人覺得說我也要學韓粉一樣 在家裡圍爐 在家裡守夜 那樣的機會是很少的 所以要炮到共產黨 然後炮到共產黨也是動搖那些一日的韓粉 那些綠軍的人會想一想 如果台灣被共產黨吃掉了 因為他們更反共 所以要希望他們重新改變一下 那第二個是說也是告訴共產黨說 反正我就豁到底了 如果你共產黨沒有出來做一些解決的話 跟吳敦義一樣沒有一些解決的話呢 那我郭台銘呢就總是解錄了 所以後面的代價後面的結果 他其實告訴共產黨說 我郭台銘真的會自立 那台灣的狀況呢 你呢就不要怪我了 那就是郭台銘很有可能把國民黨丟包硬幹到底了 假設郭台銘的初選事實上是敗選的話 如果他敗選的話 可是你看他這個鋪層裡面 他的合理性正當性 而且郭台銘還有一個狀況是說 他本身就不是國民黨黨員啦 他只是榮譽的啊 那榮譽的裡面呢 所以國民黨要真的他繼續選到底 也沒有黨紀可以處分他 因為他沒辦法 他沒有黨政可以繳回啊 所以他就是告訴你說他選到底了 而這選到裡面 他跟蔡衍明的恩怨 他絕對不會了 他絕對不會放 所以就是說 如果國民黨不處理蔡衍明 如果國民黨繼續讓韓國瑜依附著蔡衍明 他絕對幹到底了 好我們稍後立刻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國民黨黨內初選的民調進行到第四天 那本週實際上是民調週 所以呢攻防非常的激烈 那刀刀見骨 郭台銘今天又講了重話 來再看一次原文 郭台銘說 如果我們的市長當了總統 蔡旺旺當了國民黨黨主席 各位有沒有想過有一天 他說黨主席 他直接報告給國台辦 然後如果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那共產黨不要花一兵一卒就把中華民國給沒收了 他說台灣的前途不能這樣葬送在一個媒體老闆上 妙了他不是說台灣的前途不能葬送在某總統上 他是說台灣的前途不能葬送在一個媒體老闆上 那當然他前後文的媒體老闆講的是中天的老闆 那妙了 何以郭台銘覺得選總統的這個激烈競爭最後是媒體老闆決定 而且是郭台銘認為台灣的前途葬送在一個媒體老闆上 我們再看郭台銘連續性的說法 如果我們一個市長當了總統 蔡旺旺當了國民黨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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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黨主席 他直接報告給國台辦 我覺得如果說讓他贏了 他不想要跟北京拿多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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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希望韓市長離中天遠一點 韓市長離中天遠一點 韓市長離中天遠一點 真的 中華民國台灣的前途 不能就這樣撞送在一個媒體老闆的手裡 我是建議韓市長要遠離不公不義 而且受別人控制的媒體 不然成也中天敗也中天 有人是做內銷的 他要逼著他 他要吃那道市長 他是跟他要飯吃 他是跟他要飯吃 我是跟他們飯吃 他要去跟北京國台辦邀功 他要去跟北京國台辦邀功 他要去跟北京国台办邀功 如果他变成一个kingm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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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中国可以拿到多大的利益 如果你是自己的良心 你是为中华民恐还是为国台办 当国台办的打手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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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郭台铭一开始的战略 好像还是一个搞不清楚选战的主軸 后来发现郭台铭开始打蔡衍明 然后这两天打到国民党党中央 他认为民调不公 而且他认为民调失真 失真的民调最后会造成失真的结果 然后今天更凶 他今天的说法是说 如果韩国瑜当总统 那蔡衍明当党主席 就可能直接报告给国台办 那中华民国事实上就变成共产党的高招 因为不要花一兵一卒 就把中华民国给没收了 我觉得他这个礼拜的打法非常精准 而且显然有高人在传授 我在怀疑是不是金小刀出手了 为什么我这样说 你知道他这个整个声明 我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层次 他是三种不同族群在讲 第一个他是讲给吴敦毅听 他是告诫吴敦毅 你不要以为你是公卿 你是市主 而且你以后即将变成苦主 什么意思你现在一副党主席的样子 好像我们不同的候选人自己去内部去竞争 去杀来杀去 但是你现在一旦要通过这个 你刚刚提到的删除总统兼任党主席的这个规定 还有另外一个 他新增党主席指定五席县市长为中常委 你这两个案子同时一起推过 代表什么意思 是要让确减原本是总统的一个职权 他们认为说吴敦毅他从头到尾都要通过这个法案 变成是吴敦毅条款 即使未来总统是你韩国瑜 是你那个郭台铭 但最终的最后的一个整个党的领会者 是我吴敦毅 他的用意是这样 但是那个郭台铭提出这个意思是告诉他说 你不要以为当一旦韩国瑜当选了 你还可以控制得了 一旦韩国瑜当选的国民党 其实是变成国瑜党 而谁是这个king the maker 其实就是蔡衍明 第二个他要讲的一件事情是 告诫所有的浅绿的跟中间选民说 只有我郭台铭敢这样挑战中共 只有我郭台铭是可以跟中共 是可以捍卫中华民国的 是只有我郭台铭跟那个韩国瑜不一样 他其实没有直接骂韩国瑜 他骂的是那个蔡衍明 第三个他是向所有人告诉大家说 我才是中华民国的正统 为什么我这样讲 因为他曾经讲过 我是给中国饭吃的 谁可以跟中国呛下这个地步 然后但是好像中国也没什么反应 所以你知道某一种程度上来 他是比韩国瑜更绿 那现在就变成他瓜分的绿的盘 因为我们认为说感觉上可以抗衡 中国的只有蔡英文 现在他没有 他说的话一句一句都比蔡英文更凶 他可以说 而且更妙的是他每天把国台办这样子骂 国台办都不反应的 来来来我来公开挑战问问国台办 这个郭台铭讲国台办狗腿 本节目都拨过N字带子给观众朋友听了 请问国台办是狗还是腿还是狗腿 狗腿是很难听的话 那国台办狗腿 那国台办这样啦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刘主任刘董 他说你是狗腿 那请问你是狗还是腿还是狗腿 请问什么叫狗腿 那国台办怎么完全都不准 那再来今天也是嘴得很凶 我不知道这个安丰山刘洁一 要不要反应 还是这个中国国务员发言人 要不要反应 共产党不废一兵一卒 就把中华民国给没收了 共产党有没有被抹红被污蔑 怎么都没有好好澄清 就很妙耶 这很奇怪耶 中华民国的政治人物 没有人敢这样子嘴共产党 嘴共产党通常都会遭受到 各式各样的政治报复啊 那嘴到狗腿国台办都硬吞 国台办硬吞 我也是觉得蛮奇怪的 我觉得他不只是嘴国台办而已 他甚至嘴整个中国跟中共 他讲的让我个人认为最犀利的一句话是 是我给你中国饭吃 然后蔡衍明是跟中国要饭吃 他把一个中国泱泱大国 讲得跟臭药饭似的 你到目前为止 我看官方没有任何一个人 针对这句话出来讲过 郭台铭一句话 这是非常非常不寻常的 蔡英文也不过是不讲一个九二共识 你把蔡英文骂的跟什么一样 我觉得很奇怪 到目前为止 你记不记得我们讲贸易战的时候 上个礼拜环球时报说 美国国卿蓬佩奥是地球乱源 他说是地球乱源 地球上最乱的是蓬佩奥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够乱 每天造谣声势知识 国台办跟中国国家发言人 从头到尾不敢嘴川普 就是说从头到尾都不敢嘴川普 但是每天把蓬佩奥当狗骂 当小孩骂 那就没有了 国台办跟中国官方单位 到目前为止 接受到各式各样 羞辱性的名词或动词的时候 目前为止我们观察 只有两个人他们没有回嘴 一个是川普 一个是郭台铭 而且这是一个很妙的处境 对川普你可以理解 因为川普是老大 感觉上习近平老共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川普 那确实也有怕 所以乖乖去G20大阪的 这一个会议了 确实有怕 可是中国老大不是老大吗 到底怕郭台铭什么 我们就会觉得说 肯定有鬼嘛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连环球时报总编辑都不骂 对啊 怎么可能 刘洁一不骂安丰山怎么不骂 安丰山当发言人的到底你是狗还是腿还是狗腿 对啊 你都被形容成狗腿了 那你要不要回应一下什么叫狗腿 所以你知道我就觉得 那个郭台铭他今天的整个的一个谈话 其实他是有不同层次 但是每一个层次都有针对他不同的族区去要到他的票 然后这个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 我觉得他跟吴敦玉讲的真的真的是重点 他讲到说 如果哪一天 如果韩国瑜当成是总统的话 蔡衍明即将是党主席 这件事情我相信是所有的一个国民党 不管是党工或是任何的人 听了都会害怕 我问一下董老师 你怎么观察现在的变化 所以显然的 就是说对于郭台铭的讲话 已经那么多次了 中共都当作没听到 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就应该反过来想了 搞不好郭台铭所讲的话 讲中了中共的心坎里了 讲的是对的 所以我们看今天郭台铭的刚才那一段讲话 我觉得第一个郭台铭讲得非常精彩 果然是跟中共打交道超过30年的人 完全知道中共在想什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也不认为这一段话 是在嘴中共 就是说在批评共产党 我也不认为 我觉得他是在称赞共产党 共产党不花一兵一卒 就把中华民国给没收了 这个不是最高境界吗 因为共产党要消灭中华民国 共产党要统一台湾人所皆知 能够做到这样子 我觉得那是称赞共产党 那我们来模拟 他说各位假设有没有这一天 某市长当总统 那某媒体老板当党主席 好啦 那总统跟党主席 如果赢得2020的大选 也赢得立法院的选举 那确实是这两个人掌权 以及如果这两个人直接向国台办报告 那中国共产党就直接借壳上市成功 而且他有两个借壳上市的对象 一个叫做中华民国 一个叫中国国民党 因为中国国民党也实质经营权转换 被借壳上市成功 所以郭台铭的这一段话 可以把前后的所有事情 整个都兜起来了 他只有一点是不对的 5月10号 今年5月10号 还记不记得 这个中共的政协主席汪洋 跟70家的台湾媒体见面 然后那个70家的台湾媒体里面 以汪汪为首 你再回去看一下汪洋当时是怎么讲话的 尤其是跟蔡野民讲话的 我现在恍然大悟 第一个汪洋要求在座的那70家媒体 以后要为这个中国统一一国两制 大家都要有贡献的 大家要共同努力 好好宣传好好背书 交代了任务 第二个汪洋特别点名 抚慰了我们的蔡野民 汪洋是怎么说的 去年你蔡野民也跟我说 在台湾这个坚持九二共识 是非常难过的 非常辛苦的 汪洋说 正是因为知道你的辛苦 所以说有一天实现统一 你的坚持才有价值 历史会记住你的 中共会记住你的 这不是典型的对价关系吗 原来中共在找人当代理人 只要你帮中共实现了这个中国统一 中共不会忘记你的 所以这个对价关系就摆在那里了 那现在眼看了 原来是用一家媒体 就可以来消灭中华民国 那有没有可能呢 刚好实在很巧 好像国民党有今天才也放出风声 说下礼拜就要处理 要取消那个总统兼党主席的这个规定嘛 那这样就兜起来了 那如果说这个规定 国民党这个规定如果把它取消了以后呢 那么未来谁可以来选这个国民党的主席 那就是自由竞争了 那自由竞争的话 你今天郭台铭可以用一个巧妙的手法 来参选国民党的总统这个初选 那我蔡远明 为什么不能参选国民党的党主席 我觉得这整个就通通都兜起来 董老师 假设是要控盘的话 还不一定要亲自参选党主席 找一个自己的代理人当党主席就好了 或者韩国瑜顺便在兼代理人 这个叫负委托咯 是这样的 台湾的大集团 你看过哪个大老板每天挂一堆董事长 那种都是B咖 A咖都是我是荣誉总裁 然后这个银行有A人头 那个证券有B人头 这个投信有C人头 不好意思出事约谈的时候 人头约一约就好 当荣誉总裁才会没事 连电进华出事 请问曹新城荣誉总裁有出事吗 没有 是的 要当荣誉总裁 荣誉 但是荣誉要有实质控盘能力 那中国国民党 如果有特定的代理人当党主席 后面有真正的荣誉老大 荣誉主席 当然荣誉后面还有更荣誉 因为照郭台铭的说法 后面的更荣誉是这个中国共产党 那前台子是代理人 前台子是人头 这个不难 甚至韩国瑜让他接也不难 我相信无论是哪一个剧本 对郭台铭 对蔡野铭来说都很好玩 无论是荣誉的荣誉 或代理的代理 我觉得任何的脚本都是可以玩的 所以回来我觉得郭台铭 他这个担心的确是有道理的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中共闷不吭声 在这些事情上 现在中共全部闷不吭声了 中共的闷不吭声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 国民党党内初选竞争激烈 那郭台铭的出招越来越凶狠 那一方面他说 如果韩国瑜当总统 那有没有想过假设有一天 郭台铭的原文说法叫做 蔡旺旺当党主席 那他的说法是说 那不晓得要跟北京拿多少利益 而且直接跟国台办报告 那郭台铭的说法 如果对照 这个两个月前曝光的汪洋 把台湾一大堆媒体高层 包含特定的媒体老板叫去讯话 汪洋还说两年后 台湾不知道在哪里 事实上郭台铭的说法 观众朋友可以模拟想象 那个可能发生的情境跟未来 所以郭台铭说 共产党高招 不要花一兵一卒就把中华民国给没收了 他说台湾的前途不能葬送在一个媒体老板手上 他现在不是说台湾的前途葬送在台独手上 假设是以前的郭台铭一定是说台湾的前途葬送在政客手上 台独手上 他现在说法是葬送在一个媒体老板手上 那董老师刚刚讲到 中共完全不回嘴 这是一个更奇怪的处境 我们知道郭台铭他可以直通习近平办公室的习办 那这个蔡衍明已经向我们证明了 汪洋亲口说的 蔡衍明是可以直通政协主席 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汪洋说的是 去年你跟我说的这些事情 所以他们两个是有交情的 所以说一个这个郭董直通习办 一个蔡董直通政协主席 你国台办在下面左右为难 你干脆闷不坑声算了 我觉得是有这个第二个可能存在了 好所以看起来 现在看起来是国台办两个都不想打 那两个不想打有原因 要么两个都是朋友 要么两个都是敌人 要么有的是朋友 有的是敌人 但是敌人大到不敢打 就会发生老共国台办敢嘴川普 不敢嘛 老共是看实力的 实力强的敌人 他就不嘴 所以很有可能在国台办眼里 郭台铭是个相对实力强的 也许是敌人 不 肯定不是敌人 他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两个都是朋友 都是国台办的朋友 朋友吵架很难担公信 第二个可能我刚才强调的是 站在国台办两个都惹不起 也不是敌人 他惹不起嘛 都直通习办 直通汪洋的 两个都惹不起嘛 更重要是 等于说这两个人在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原来搞了半天 这一场202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 被叫做是中华民国的保卫战 这是国民党讲的嘛 本来我们以为是说是统独之争 现在看了半天原来不是 原来现在在国民党内部 看起来已经是集统跟还统之争了 集统派已经快要赢了 所以说郭台铭他才会发出这样的呼吁嘛 而且是代理战争 谁拥有代理权 拥有代理权如果在某些人手上 那某些人可能直接跟国台办报告 那某些人可能还捍卫中华民国 不会直接跟国台办报告 那跟谁报告 跟习办报告吗 郭台铭要改嘴啦 就是不要把蔡董的位阶 在中共那边位阶要达到国台办那么低 没那么低的啦 现在人家已经升级了 政协主席 我刚一直强调政协主席 汪洋在抚慰他嘛 而且是公开给我们大家看的嘛 汪洋的说法 他跟这个蔡宇明早就认识了 知道他的委屈嘛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郭台铭啊 不要再把这个蔡旺旺跟国台办绑在一起 要把他升格了啦 我问一下汪浩大哥怎么看 如果郭董这两天还想继续选下去的话 我个人是建议他今天晚上就应该退选了 那是他如果还想继续选下去 还有三天吧 他应该主要做的就是要呼吁弃朱保郭了 因为这是他唯一有可能逆转胜的 这个民调逆转胜的可能嘛 因为这个现在他跟韩国瑜的差距 只有把这个朱立伦的票拿过来 才有可能逆转胜 当然了这个要做的工作还是蛮多的 当然如果可能的话 他如果今天晚上说服这个朱立伦 能够支持他的话 朱立伦退选 支持他 然后把选票转给他 那当然也有可能 我觉得这两件事 要么就是郭台铭退选 要么就是朱立伦退选 因为在我看来 你既然已经把话讲到这个程度了 说整个这个初选制度是不公不义的 整个你现在国民党是被这个旺旺绑架了 你现在这个中华民国在国民党这样搞下去 中华民国就要被灭亡了 而且他昨天早上还呼吁国民党 昨天下午的中常会要采取行动 结果国民党中常会什么事情没做 有 国民党中常会的行动就是通过方案 那党主席跟总统可能切割 当总统想要保党权 没有 他要的国民党中常会采取行动 是说是对这一次的初选做出干涉 这个吴敦毅讲的那个事情 是保住吴敦毅自己的权力 跟郭台铭没关系的 对 他而且昨天说要武昌起义嘛 要大家开第一枪嘛 后来没人开第一枪嘛 既然没人开第一枪 他就得自己往前冲啊 不然的话谁跟着你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要是他的顾问团啦 我不知道谁是他的顾问团 我是会建议 要么今天晚上这个开第一枪 自己就退选 要么就是能够说服朱立伦 开第一枪朱立伦退选 把票投给郭台铭 不然的话他这还有三天 他没办法逆转胜 这是第一 第二他今天有被媒体问到 郭台铭有被媒体问到说 如果你初选输了 你会不会退党参选 他没有说不会啊 他是说 我看这个星期过了以后再考虑 那就是说他留下了 而且人家专门问他是郭柯佩 他也没说不可以 他说过了这个星期 在讨论嘛 那就是说郭柯佩这个事情 绝对是提上议事日程了 这个昨天我们不是说中央电视台 就在讨论这个事情吗 我猜测郭柯佩跟这个郭柯王整合 可能是他的副案 是 我猜测是 对而且中央电视台前天一晚上 已经在讨论这个事情了嘛 那所以如果你从一个比较长期的 这个共产党的整个统战战略的角度来讲 他们所有的整个统战目的 我不一直说吗 打击主要敌人 团结次要敌人吗 那他要打击的最重要的敌人 当然就是蔡英文了 那所以就是一切可能帮他 打击蔡英文的力量 他都要团结起来嘛 那现在的当然这些次要敌人 内部郭台铭跟蔡英明没法团结 那个没关系 共产党对他们来说 他们可以搞得定吗 关键是要让这三个人 蔡英明 郭台铭 柯文哲 能够团结起来打蔡英文吗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这个共产党 还是会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还是会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 最后郭台铭会不会退党 会不会真的做成这个郭柯佩 会不会真的郭柯王的 你说的那个整合并方案真的拿出来 我觉得他们可能还需要跟北京商量一下啦 但是反推来说嘛 柯可能想 昨天不是那个宋楚瑜要吃柯豆腐吗 那柯要什么 柯如果要组织跟要钱的话 王跟郭刚好各自分工 所以我就是论事啊 柯现在叫做一人嘛 孤家寡人嘛 那当然有磕粉嘛 那就是有一人有磕粉 但是没有中间的分工嘛 人家大业大再能干 你当总统你挂一个总统嘛 你能兼行政院长吗 你能兼立法院长吗 你能再兼一大堆部会首长吗 不能嘛 所以你无论如何 还是要合作对象嘛 那合作对象要什么 选举说穿了要选票跟钞票 只有这两个值钱 其他都不值钱 嘴炮最不值钱 除非嘴炮可以换到选票 对 好啦 那王金平有组织 对 国台兵有钱 这样读我从科的角度来讲 这个整合不坏啊 是 有组织的表示有人有票 对 然后呢 而且呢 有动员跟搞不好可以连署嘛 这是一件事 然后连署这些都要钱的嘛 喝矿泉水也要钱的嘛 韩国瑜都告诉你 一碗乳肉饭跟一瓶矿泉水 最后会玩到一亿多嘛 那只是高雄嘛 全国起码得五亿嘛 王浩 何止是五亿 矿泉水跟卤肉饭都要一亿多 那你都不用喝珍珠奶茶吗 那你卤肉饭吃的都不腻吗 都不会想吃排骨饭吗 对 对呀 那这个郭台铭刚好补足 这个资源跟资金的缺口嘛 是 我们广告之后再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郭台铭 在这个国民党党内初选的过程当中 他认为党中央不公 而且他今天讲了很重的话 他说共产党的高州 很有可能不花一兵一卒 就把中华民国给没收了 因为他认为这一场初选过后 某市长如果假设当选总统 那某媒体大亨可能就会入主 我们党直接做成实质党主席了 我问一下巧新怎么观察 其实在好久之前就有在开始传出说 我们在全国党代表大会上面 讨论的议程其中之一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 这个党主席呢 跟总统是要分开 可是问题是 其实我是反对的 因为我觉得呢 当时去设计把它结合在一起 它是有它的道理在 就是你当总统的人 如果你跟党这边是两个脱节的 那其实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 跟立院的党团去做沟通 那如果今天只是因为 某一个特定的人 害怕说担心自己的权力不在 而要把这个修回来的话 那奇怪啦 四年之后大家又修回去 然后再修回来 再修回去 再修回来 这个党到底有没有一个制度可言 上一次修改这个党章的时候呢 因为也有很大的争议 所以那个是所有的党代表举手通过的 这个川安哥看国民党 大多都是鼓掌通过 对不对 这一条是在场所有党代表举手 一票一票点通过的 因为我那时候是青年团总团长 所以出去点名的人 这些年轻人是我们底下的人去点 我问你一个本质的问题 郭台铭今天的评论 他就是认为 趁衍明是个king maker 那假设回到你的方案 总统兼党主席 假设韩国瑜当总统 韩国瑜是实质总统吗 韩国瑜是实质党主席吗 还是韩国瑜实际上只是一个代理人跟傀儡 这个我必须要很严肃的去讲 就是说这是韩市长 或是未来的韩总统 必须要表现出来 给我们全民去看要检验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当然可以支持韩国瑜 这个没有问题 他是国民党如果所选出来的人 可是我为什么要支持蔡衍明 蔡衍明他是我们国民党的长期党员吗 我们大多数的民众 党员有跟他有什么样的交情吗 如果韩国瑜市长 他可以在初选通过之后 这个阶段里面宣誓说 他跟蔡衍明这边 我是不会被他所控制的 那我觉得 怎么宣誓 怎么宣誓 至少在很多的议题上面 其实比方说新闻媒体的报道上 你又没有能够去表态说 这个某媒体集团他这样子做 他自己也觉得怪怪的 或是很多 韩国瑜现在连疯狂 韩反都无法切割 无法处理了 韩国瑜会去切割中天吗 就我了解韩国瑜他有办法切割 因为他过去你看 王金平帮助过他 他切割王金平 许坤炎议长帮助他切割许坤炎议长等等 所以我觉得如果韩国瑜真的有gots 在初选之后把这关系拉开 那或许是一个重新拥抱中间选民 跟年轻人的开始 反之 可能今天郭台铭讲了这些话 对于部分中间的民众来说 对韩市长就会有一点点的杀伤 我问你嘛 6月23号馆长绕人走上凯道 主要的脸孔都是年轻的世代 都反红媒 他们说穿了在反旺中嘛 好 本质上 郭台铭讲这些话 会不会打中那些人 我觉得会 因为其实 而且尤其是蓝营的浅蓝的这些 就是你家里呢 电视遥控器就是一台 可能很多长辈他都在看某台 可是就是小孩子都觉得说 怎么在看那一台 那也就尊重长辈 也都没多说什么 可是那样子的心情 其实一直不断一直不断的在累积 就他心里他也一样认同中华民国 他支持国民党 但他总是觉得 现在这个媒体 他这样的状况好像不太符合 我们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新闻学 那如果呢 某一个国民党所派出的 这个总统候选人背后 真的被论证到说 是不是有媒体集团 跟他的关系是没有办法切开 这些所谓的知识懒 年轻懒 中间选民前懒 他们当然会有一点心情上面的抽搐 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好 问一下志宏 可是在高雄正在发动霸函的运动 跟霸函的战争 所以韩国瑜就算是赢得了初选 他的老巢大本营高雄 很有可能变成反韩大本营 他的老巢大本营已经不是高雄了 现在高雄市民的这种反对 他罢名他的声让 直大超乎我们的想象 在这个上个礼拜 这罢韩的运动开始 民间团体启动之后 来到我们服务处去领连鼠书 还有开始牵连鼠书 来脚连鼠书的那种动态 其实已经超乎到我们想象 我们甚至有时候已经 影音机是硬到坏掉 赶快请人来那个维修 只来硬到不够的现象 那现在整个那种全民运动 我昨天我的服务处 信息下面就一个连鼠书上面 有一个是未满20岁的孩子 他写说虽然我未满20岁 还不可以这个参与罢免 可是我想要参加连鼠 近一点我微博的力量 所以代表是说 这是这个全民的运动 那前两天的时候 我有去这个便当店吃午餐 那这个老板娘 他看到我就评论了一堆 韩国语的一些不好的地方 那他讲一个很关键点说 这个人就是贪心 贪心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那为什么贪心呢 就是觉得说可能之前议会的问证 他回答不出来 或者不认真市政都齐次 他一下子当了几个月市长 要选总统这个贪心的举动 造成人家罢含了很大的声让 另外呢就是前两天我有去基层 跟一些长辈在泡茶聊天 那有一个长辈 他就是当时是挺韩国语 他都号召大家投给国民党 所以他现在呢变成大家 同侪之间朋友之间在善笑跟骂骂的对象 说你看你们韩国语搞成这个样子 他当场求饶说 不要再讲我们韩国语好不好 我已经千八名零属输了这样 所以变成是有一种 现在千八名零属输是一种赎罪的心态 和赎罪的运动 所以现在高雄 慢慢兴起一个风潮运动 就是说有韩不吃 有韩不买 有韩巨大 所以看到那个机场的计程车 旁边有贴一个韩国语 什么庶民选总统的 就是高雄市民说我不搭第一台 我要搭第二台 开始有兴起这样的风潮 因为我们大韩的运动会影响到 他的整个未来选战的攻防跟声势 一定是 所以如果韩国语 他真正想要选总统的话 其实他最好宣布请辞的时间点 就是在总统初选 过的那一刻 其实他直接宣布请辞高雄市长 才有可能 那其实反过来看郭台铭 郭台铭他这两天的这样的举动 其实也凸显出 他是一个正在落败者的姿态 他一开始去攻击国民党 党中央攻击义和团就是韩粉们 其实郭台铭他这种商业巨子 商业霸主这种人 他怎么可以忍受自己输呢 所以他已经认为 他现在对国民党喊话 希望说国民党去用这个权力的结构 去影响这个初选结果 看起来如果真的不行的话 我认为郭台铭总裁应该有风骨一点 在初选进行到一半的时候 直接宣布退出初选 参选到底开始要进行合众联衡 不管跟柯文哲跟王津平等等 把这些烂汤匙丢给韩国瑜 跟国民党党中央 他自己参选到底 才不会有失他自己成为一个 世界级的总裁的一个面子 好我们稍后另一个回来 哈喽我是陈宁官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哦